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如標題所見,我這次居然出了一個聯名的商品 這次是跟NQ這個品牌一起合作出了一件T-shirt 那這個計畫的出發點呢 一開始是希望可以給畢業生一句話 然後就當作勉勵他們的名言 但是後來想想就是 其實我的頻道的觀眾大家都是學英文的嘛 所以呢,我就想說他可以用一句話 送給所有正在學英文的人 那這句話呢就是 You speak my favorite language 就是很可愛,就是有點告白的感覺 然後呢,又給自己一點肯定跟自信的意味 那其實在背後有很大的一個概念啦 自己說 其實我有一些reasoning,我有些邏輯 但是這是影片的後半 我先講一下這次聯名的過程好了 一開始其實我就只有一個概念 就只有這句話 而且這句話我想超級久 因為這句話就是你要能夠穿在身上 然後別人看了你不會覺得尷尬 不是奇怪的英文 你要是真的願意讓人家穿在身上 總不會就是把我自己的什麼logo 放在這衣服上也很奇怪 所以光這句話我就想了很久 所以想好這句話之後呢 我想說現在啊 我們大家接收訊息的方式 常常都是手機嘛 所以我就用手機通知 然後還有就是text的方式 把它變成一個圖像的感覺 然後呢就由這個插畫家幫我畫了圖像 然後旁邊這個text 也是我後來就自己再加上去 因為覺得只有手機就太單調了 然後同時我也有決定不同的顏色跟衣服的版型 那最後呢就出了三個顏色 第一個呢就是我身上現在這一件的是櫻花粉色 就是一個淺的粉紅色系 另外呢還有這個是野奶綠 我會取名字吧 野奶綠也是淺色系的 我想說走兩個比較不一樣的風格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很百搭的白色 所以呢這三個顏色版型呢都是比較偏合身一點點的 那衣服呢分成SM跟L三個尺寸 那詳細的尺寸呢會在MQ的商品頁面上 然後這是商品頁面的棚拍照也是 我去拍的已經非常非常久被我棚拍了 上次拍好像是聊天宿課程的時候吧 然後我還蠻喜歡這組照片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點到MQ的官方網站看一下這一個商品頁 不然衣服已經被我揉成這樣子了 今天放在旁邊 那這一次聯名商品我的收益的部分呢 通通都會捐給社團法人 我忘記名字 社團法人台灣新著名家庭成長協會的這個組織 反正後面我會解釋啊 其實我們作為學習者在學習語言的過程當中呢 都會形成一個所謂的中介語 中介語叫做interlanguage 也就是我們在學習變成native的過程中呢 有一個借在語言之間的一個狀態 那就是interlanguage interlanguage的狀態可能有些人覺得它是一個缺陷 但是呢它比較像是反映了現在這個學習者 他能夠掌握這個語言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有點像是一個加法的概念 就是我這個中介語發展到什麼程度 而不是說它距離完美的狀態有多少的扣分 另外中介語也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其實是非常非常動態的 也就是說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有不一樣的input 有不一樣的資訊加入的時候呢 我們的中介語就會不停不停的改變 其實就是英文進步的一個過程 所以中介語就會不停的改變不停的進步 然後越來越接近你目標的那個語言 也就是英文 如果你看到現在應該覺得這是一支還不錯的影片吧 那別忘了幫我按下喜歡 那這樣子youtube的演算法呢 才知道這是一支不錯的影片 值得跟大家分享 Alright, let's get back to the video 講了半天你現在心裡想說 那中介語不就是所謂的爛英文嗎 嗯...對啦 也不能說不對 好像就是爛英文 然後把爛英文標籤成一個很漂亮的名詞 叫做中介語 為什麼我不喜歡叫它爛英文呢 這會牽涉到我自己學語言學 這段時間我非常喜歡的一個概念 就是Vivian Cook所提出來的 multi-competence multi就是多元多樣 然後competence就是能力 那我就把它翻譯成多元語言能力好了 multi-competence 所謂的multi-competence就是在講說 一個bilingual或者是multi-lingual 腦中有非常多不同的語言 但是這些語言呢他們並不是分開獨立進行的 而是他們都會彼此有所連結 形成一個共同的系統 也就是我們的腦中可能母語是中文 再加上我們有一個英文的interlanguage 然後再加上一些我們可能看日劇啊 看韓劇啊所學到的一些句子片段 再加上還有我們生活中也常常使用的台語 這句語言加總起來呢 就是我們腦子裡面語言系統的樣子 那這就是所謂的multi-competence 就是多元的語言能力 換句話說其實在英文呢 就是多元語言能力的展現 也是一個雙語者或是多語者真正的樣貌 但呼應這次這件衣服的設計 就是you speak my favorite language 其實我的用意呢 就是希望每一個選英文的人 都可以看見自己的多元語言能力 而不是一直覺得自己說的是爛的英文 其實我作為英文老師這麼這麼多年啊 每一次聽到學生說我的英文很爛 我其實心裡都會覺得沒有到難過 但是就會覺得如果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看自己 就會有更多的power去學這個語言 你會有更有權力的一個身份認同去擁有這個語言 那這樣子我覺得會是非常不一樣的學習的經歷 但我覺得作為學習者也同時也有一個責任 就是要不停地去行訴自己的interlanguage 讓我們的interlanguage是越來越接近標準的語言的 不能夠因為說我們對於自己的英文是有自信 我們相信自己的多元元能力就放棄去進步自己的英文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是可以同時並存的 就是想要不停地精進自己的英語 以及認為自己的英文並不是一個缺陷 這兩件事情應該是true at once 同時是正確的應該是同時對我的心態 說了那麼多那回到t-shirt上面的這句話就是 you speak my favorite language 這個language呢其實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 而是每一個雙語者或多語者的多元的語言能力就是那一個language 那我的目標呢就是希望讓每一個英文學習者能夠認知到自己的多元語的能力 同時喜歡以及認同那個說英文的自己 我覺得過程中呢你就可以慢慢建立一個bilingual 雙語者或甚至多語者的一個自我認同及感受 那很多留學生呢或者是只是出國旅行過的人都知道 其實我們學了十幾年的英文 然後到了一個講英文的國家還是一時之間會手足無措 然後更何況是如果你今天要搬到這個英語國家 然後開始工作開始生活開始上學 然後你到底在這個社會是誰 在這裡做什麼 其實很多身份認同以及自己的認知都會有很大的晃動 但其實台灣啊有一群人他們從外地搬來台灣 可能一句用中文都不會 但是呢卻必須要在這個社會生根 那這些人呢其實就是新住民 新住民呢可能來自泰國、越南、菲律賓、印尼等等這些國家 然後他們要重新融入台灣的社會 卻可能要從完全不會中文開始 那這個T-shirt發想的原點呢就是Multi-Competence 多元的語言能力 然後我會希望這一次的收益能夠幫助更多 尤其是剛來到台灣的新住民 可以得到自己的多元語言能力 所以我才想說要捐助給社團法人台灣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 然後我希望這一次T-shirt的收益呢 可以幫助這些新住民來到台灣的時候 可以更順利的學習英文 而且我相信學習中文的這些管道應該很多的都是公益團體所免費提供的 所以除了我剛剛提到的這個組織之外 如果你知道有哪些可以更直接的幫助這些新住民學習中文的話 也可以歡迎私訊我啊 或是在YouTube下面留言 好啦最後呢當然就還是要辦一個抽獎啦 今天會抽出兩件衣服 到時候呢應該是可以讓大家選擇顏色跟大嫂吧 那抽獎的方式呢就是在留言區下面 留下你會集中語言 然後你覺得你自己是不是一個Bilingual 然後自己對於作為一個語言學習者的身份認同是什麼 然後呢留言在下面留言區 那Instagram呢也會同步的抽獎 所以如果你想要增加中獎機會的話 也可以到Instagram上面留言喔 好啦那如果你喜歡這影片的話呢 別忘了幫我按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開啟小鈴鐺 那就是這週末 我會看到你們很快樂 拜拜 謝謝大家